大家都有感冒的經驗 今天我們就來談一談感冒 我曾經在舞台上工作15年 沒有請過一天獎 15年 連續15年 都沒有下過台 那不是小哥嗎 每一天三場 我是滿檔18年 那是真的不得了 根本沒有生病的權利 沒有生病的權利 那個時候中南部到處作秀表演 每一天三場 禮拜天還四場 對 然後有沒有感冒 有經常感冒 然後照樣的打完針就要上台 因為你不上台 老闆就不給你錢 但是我們不是為錢 因為觀眾已經買票進來了 你不能停 有時候病得很重的時候 還是在舞台上表演 講到感冒 我看你很喜歡講話 日本人感不感冒 這邊也有好多種的感冒 很多種的感冒 那個 感冒 那個 咳嗽 然後呢 發燒 還好 還好 嘉儀這樣的身材 我想請問二位女性 我覺得太瘦了要補一下 瘦了一點 所有人都這樣對我說 可是你知道增肥 對我來講 就好像人家減肥一樣困難 尤其是我出國宣傳的時候很累啊 一天又吃六七頓 每天我就 我餓了我要吃飯 每個人就說你是小孩子 好像寶寶一樣 我是他們生出來的寶寶 我覺得你可能是漏斗 吃了完全不在身上 吃那麼多還那麼瘦 每個人都是漏斗吧 對不對 對啊 吃了一定會漏下來 難道你 原來你都不漏的 倉庫啊 哎呦 紫禁不出 紫禁不出 偶爾也是要出來 是可以練功啊 出來的都是磁磚的 這個林佳儀出國 每次一出國 聽說回來國語就會差一點 為什麼 不是差一點 就是那個腔調會變 像我上一次魏龍兄到北京出外景 我來之後就 這位弟兄 今天是這個練了多久來的 奇怪了 就變這樣 那去香港就是 你好啦 我是林佳儀啦 對對對 會這樣 新加坡的國語就是 他們沒有C的音 他們是C的音 C 所以你看電視劇就說 小心你... 怎麼講 小心啊 小心你聲聲 對對對 新加坡是這樣 所以看電視劇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英文更特別 他們有Singlish 所以你就會聽到什麼 Not need Not need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 對 然後我的英文到那邊就會變成 I don't think so 就是變成這樣 對 對 對 歡迎收看龍兄五弟 一起來歡迎節目主持人 被欲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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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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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鄉搖出 輕鬆唱 民憨人生 陪真唱 出品啊 來亂有唱 欢迎收看龙兄虎弟 马上为您展开今晚为您安排的节目 首先我们欢迎所有的美女特别来宾 我爱着夜色盲盲 也爱着夜歌唱 跟海淡花一般的梦 有我熬着夜来想 吻着夜来想 好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帅哥们 夜来想 我为你歌唱 夜来想 我为你赐料 我为你歌唱 我为你赐料 夜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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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来 今天做什么 大堆头不爽 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主持人 菲哥首相和各位介绍 欢迎收看龙兄虎弟 欢迎 各位好 各位好 TOKYO第一个来了 欢迎 你好 你好 好 接下来是按照往例来 要介绍一位新人 这位女生叫做 不是我 不是 彭珊妮 她有珊妮 大家好 有珊妮 王以宁 越来越美 这一阵子 这么失踪的好一阵子 菲哥 我觉得我变了 哪里变了 你要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变比较丰润 比较胖 牙签跟火柴是分不出来的 好对 她最近有什么新闻 你们平常都不看报纸的 这是不好意思问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问 听说这个已经结婚了 真的还假的 真的还假的 我也很高兴啊 我终于长大了 终于成熟 终于有人要写我的绯闻了 哎呦 这样说来不就正经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那么接下来介绍的是李明依小姐 哎呦 哎呦 李明依你看 不得了 那李明依那你的消息 我就更不敢讲 哎呦 听说这一阵子失踪了 是到国外去生小孩去 这也是我亲眼看到 对对对 这是真的还假的 这还不稀奇的 我有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 好 您看到的是他出国那一趟飞机 对对对 从美国回来的朋友 在飞机上一看 哎呦 双胞胎 哎呦 可能 你怎么可能去两个月 一个月怀孕一个月就生出来 而且还生双胞胎 不可能吧 所以说你们就晓得了这个 不要乱离歹 不要失踪太久 像黄玉玲就失踪差不多快一年 我看可能你是去生小孩的 我是调养身体 为什么要调养 坐月子嘛 对 接下来是杨俊荣先生 好 何必这位男生 我们请杨俊荣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要特别郑重介绍一下 名字叫做 苏永康 欢迎一下 苏永康先生 来自香港 曾经在香港出过多张的唱片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这一次呢 来到台湾呢 是我个人觉得难得一见的好男人 奇怪 你为什么这样来这个推荐他呢 这是我刚刚您提的任务 我一定要介绍这一段 是是是 有没有在香港 有没有听过我们龙兄虎弟的节目 听过 飞隔离的大名 一定听过很久了 听过我很久了 另外还有一位 另外一位没讲过 还有小哥在 不太熟了 畅宗的时候已经听过她的唱歌 初中小再听过 初中小还有几年前 我的初中小 他讲的话真的有点确yan 你以前是武打明星来 th 没有 你看你讲话 mas 把我的手放下 这边是不是林佳怡小姐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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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佳怡 佳怡这样的身材 我想请问二位女性 我觉得太瘦了 要补一下 瘦了一点 所有人都这样对我说 可是你知道增肥 对我来讲就好像人家减肥一样困难 尤其是我出国宣传的时候很累 一天又吃六七顿 每天我就我饿了 我要吃饭 每个人就说你是小孩子 好像宝贝一样 我是他们生出来的宝贝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是漏斗 吃了完全不在身上 吃那么多还那么瘦 每个人都是漏斗吧 对不对 吃了一定会漏下来的 难道你 原来你都不漏的 仓库网 紫禁不出 偶尔也是要出来 练功嘛 出来的都是磁砖 林佳怡出国 每次一出国 听说回来国语就会差一点 为什么 不是差一点 就是那个腔调会变 像我上一次 魏龙兄到北京出外景 我来做就 这位弟兄 今天是这个练了多久来的 奇怪了 就变这样 那去香港就是 你好啦 我是林佳怡啦 对对对 会这样 那去新加坡呢 新加坡的国语就是 他们没有西的音 他们是C的音 C 所以你看电视机就说 小心你 小心 什么讲 小心啦 小心你相信啦 对对对 新加坡是这样 所以看电视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英文更特别啦 他们有Singlish嘛 是 所以你就会听到什么 Nok ni la Nok ni la就是不需要啦 不需要 Nok ni la 对 然后我的英文到那边就会变成 I don't think so la 就是变成这样 啦啦啦啦啦啦啦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他有语言天才啊 不是故意 然后回来他们就说 家宜 你现在在台湾了 你可以转回来一下了这样子 一转回来就 我要去谁勾矣 那个 今天我们大家要谈的一些问题啊 这个要谈到就是前一段时间 欢迎临小姐感冒 什么感冒 而引起了心率不整 现在感冒听说越来越恐怖 不是很简单吗 买一些陈药吃是不是 不是这样 现在感冒啊 它的病菌啊 其实没有什么特效药 在这个沙伊这个地方有一种病毒啊 这个大家看过了吧 当这个村庄里面得到这种感冒的时候呢 直接用一个炸弹全部炸毁算了 真的吗 那么感冒呢 这个在我们周围来说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事 可是不知道感冒随时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种病毒 这很可怕 大家都有感冒的经验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感冒 我曾经在舞台上工作15年了 没有请过一天奖 15年了 连续15年了 连续15年了 那不是小哥吗 每一天三场 我是满党18年 那是真的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根本没有生病的权利啊 对 没有生病的权利 那时候中南部到处作秀表演 每一天三场礼拜天还是四场 对 然后呢 有没有感冒 有经常感冒 然后呢照样的 这个打完针就要上台 因为你不上台 老板就不给你钱了 但是我们不是为钱 因为观众已经买票进来了 你不能停啊 有时候病得很重的时候 还是在舞台上表演 讲到感冒了 我看你很喜欢讲话 日本人感不感冒了 有 这边有好多种的感冒 很多种的感冒 那个 感冒 那个 咳嗽 然后呢 发烧 还好 还好 还好吗 如果 一起 关节痛 关节痠痛 对 痠痛 怎么样 如果拉肚子也一起来的话 拉肚子 好痛ですね 真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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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起来的话 全部一起 你们感冒是到西药房买药 还是去看医生啊 看医生 看医生 有医生啊 可是我知道 像我们感冒的话 都是喝热开水嘛 对 可是听说这个 日本人他们都是喝冷开水 后面的习惯是喝 冷的 喝冷的开水 他们不喝热的 吃泡面耶 泡面用冷开水它吗 不行耶 冷开水也是泡得开啊 泡久一点而已 泡久一点而已 对 因为那个药很酷啊 对 药很酷 很酷 下开水的时候 又进去 马上油 吞下 对 药就化掉了 被人不喜欢喝 热的 吃药 不习惯 日本人不喜欢吃药 对 台湾人也不喜欢吃药 是感冒的 平常就要保养身体 讲到食补呢 听说香港人最厉害 还有跟我们说说看 香港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方法就是 喝了热的可乐 热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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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剪到了可乐 有姜片加进去 但是我自己没有试过 但是我觉得 应该是没有 那个 方 应该是没有可能的 我喝过 我喝过 真的有一下 热柠檬可乐 而且 真的 不只我们香港下来有姜片 可乐把它煮热了 上面热热没有泡 没有泡之后 擠柠檬汁 很快喝完感冒不见了 真的 真的 好 好 在这边的话 日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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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日本酒 对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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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流汗 对 所以感冒没有 没有啦 我相信那个话 然后被感冒发烧的时候一直 运动 对 然后流汗 然后我的感冒更严重 不是 因为 真的 他在冷气房里面嘛 当然会更严重 你这个 我被骗了 我们以为你说你感冒好了 然后更严重了 这个是还我们下一条 这个感冒呢要特别小心 这个尤其是秋冬交接之际啊 这个 大家的身体 特别有一些奇怪的毛病 都会在这个处出现 所以这个 早晚的温差 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啊 非常高兴各位提供很多偏方 到底零不零呢 大家试试看才知道 好 休息一下 居上我们的龙胸虎蝶 谢谢 好 感谢 谢谢观看